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它也是照正常的要便宜 还有比较刺的 这个你看有点粘了 出挺了这个就不能吃了 看一下这个 关键这个载洗 用刀这么一切 编了散花 这样就好了 下锅烫一下 看一下 这要好了开锅了 这个和炒的 拌的都不一样 这个要要求 我们这个时间长一点 稍微让它软一点 因为这个是要做炸制的 朋友们看啊 这是那个金花火腿 这是 做这个配料用的 这个要求呢 切成米地状 放它呢 放它呢 一是借味儿 借它这个味儿 这味儿非常不错 还要借它这个 盐啊 它这个 比较咸啊 味儿好 现在呢 做葱姜水 加入盐 这些 15克盐 加了不少 用力 还要加入 生抽 你 你们做也知道啊 这个 一刮 啊 这个葱丝发黏 发滑 啊 不用闻味儿啊 高手感就知道啊 正好了 盐制一下 拌一下 放到这块 现在呢 我们要做下一个活儿 把鸡蛋呢 打成 蛋泡糊啊 什么叫蛋泡糊 就是把这个蛋液的 组织细胞打破 进气空气 形成泡沫啊 那个叫 蛋泡糊 又叫呢 延熟糊 软炸糊 血液糊 朋友们看啊 把这个蛋液啊 这么嚼 朋友们看啊 这样就好了 还行 立住了啊 这就好了 这个呢 也可以用打蛋器啊 直接打就可以了 现在看 我要加 面粉 别加多啊 粉面的是骨头 面是肉 这个骨架 是 淀粉 这么调 会调这个糊呢 做 软炸里脊啊 软炸里脊 软炸虾银 软炸鸡条啊 都可以啊 那那个还有叫 那个血液鸡条啊 也是它 把它撒里啊 好 这样就完事 现在看一下这个啊 浇上点淀粉 散下粉 然后这样看 挂均糊下锅 这个油温呢 现在是 五成热啊 说五成热怎么看啊 炸 放里半分钟它也不上色啊 就说明你就油温 啊 控制得好 准确 捞出 调这个糊的时候啊 最关键的一个事啊 就是说这个面 面打太多了 糊就灭了 面给少了下锅一炸里面就是 浸油啊 后来老师傅们给这个改了 改了用别的方法炸啊 咱们说呢你还得继承老的做法啊 那倒是省事的不好吃 是吧 这样 你下了一个三条四条的 看这个伞要上来了 就把它捞出 来妈看啊 我这是二次冲炸 冲炸的温度也不能高啊 好 出勺 颜色呢这要 金黄色的啊 这不要雪雪一白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菜的特点呢是 软嫩鲜香啊 突出的是这个 刺嫩雅的味啊 这个椒盐呢可以配几种椒盐啊 最老实的呢就是用花椒啊 炒完以后 擀一下啊 完了加上盐 少许一点味道就可以了 好了 有什么需要网上过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